比如說的話我們前幾次上課都在最新消息 那理論上今天應該是第七次上課 那前幾次上課的影片都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哪一次呢 就是第五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就是去下載 那我們用一個叫Creditable的物件去下載 然後將來你們在做那個期中報告的時候 反正你們可能會比較花時間 就是去找什麼樣的開放資料 然後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主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那你可能要稍微敘述一下 我是覺得資料跟工具其實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主要你是要利用工具跟資料 處理什麼樣有關人的問題 我是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那你說工具跟資料重不重要也重要 但是我是覺得 沒有比解決人本身的問題來得更重要 所以當然有的時候如果你太強調工具本身的意義 我覺得反而是捨本逐墨了 那因為現在很多人工具方面的使用都很厲害 但問題不見得會使用在正圖上面 或者不見得會使用在對大家有幫助的地方 反而是對自己有幫助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 那當然就不是一件好事啦 當然盡量就是說你能不能利用這些工具 幫大家一點忙 像我早上有提到像交通事故的問題 一直在想說 台灣為什麼交通每天都有一些 像什麼大車撞摩托車 然後好像大車有撞U-Buy的啦 撞腳踏車的啦 或者好像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有同學騎U-Buy也是被摩托車撞 那當然這個地方其實會突顯一個問題 就是馬路上面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什麼車都要走 甚至人有可能都會被迫走到馬路上面 那為什麼人會被迫走到馬路上面 那當然因為人行空間 要不就是沒有 要不就是被圍停了 有沒有 其實我發現圍停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因為常常我走在路上 我不喜歡走在路上 因為到處都圍停 你變成你被迫走在路中間 OK 那可是問題 圍停的人他會說 反正我方便一下就好了 可是問題你方便別人是不方便 那怎麼辦 OK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那有關交通問題 或許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從開放資料裡面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漆 是不是說 像我有提到有一個YouTuber叫做Chip 他其實 有沒有 這個應該各位也應該知道他吧 你看 搜尋Chip 出現的是什麼 Chip的PTT Chip年收破千萬 這個反而我更有興趣一點 Chip他是一個YouTuber 各位應該知道他吧 他有拍很多有關歷史相關的短片 然後他最近好像就有一個影片 一週前 就有提到有關台灣一年的死亡人數是3000人 OK 那其實相較於日本相較於德國 其實都比人家還要來得更多 人家人口都比我們多很多 但是為什麼人家的死亡率還比我們低 事故率也比較低 那當然顯然是有點不太合理 那原因為什麼 是不是需要改善 那台灣還有個新聞 就是台灣的GDP 就是人均所得 好像是這個禮拜已經超過日本 也超過韓國了 也就是說台灣的年均 每個人平均收入 比日本的收入還更高 OK 但問題是 台灣是不是構成得上是一個 先進發達國家 或者是一個文明國家 OK 你要成為一個文明國家 當然你首先在馬路上面就是很野蠻的 那你怎麼可能稱得上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那你會發現像網路上很多那種 交通引起的一些紛爭 常常路上因為要爭道 所以就停下來打架的 好像每天都有 要不就是 昨天好像也有什麼 計程車跟小客車停下來打架 還有什麼貨車跟摩托車打架 等等諸如此類的 所以外國人很常 就是來台灣就覺得台灣人其實還蠻友善的 可是為什麼只要坐上汽車 或者是騎上摩托車 整個人就變得沒有那麼穩明 沒有那麼友善 這點其實倒也是還蠻奇妙的 OK 所以很多地方其他地方都很OK 但是問題交通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當然要怎麼解決 我想其實你們也或許可以思考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找一下 像那個到底開放資料裡面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找全國 你也許你可以找光桃園地區好了 有沒有一些 那在這邊其實你可以收一下什麼 交通事故就好了 交通事故的統計其實就一堆了 那這邊會提到 比如說像酒駕罰款提高 那有沒有因此讓那個肇事率降低 或者死亡率降低 這個的話當然你可能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其他還有什麼A1 A1好像這邊都有解釋 就24小時就生故的 那就A1 好像A2好像就是 就是有其他定義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去找一下 有沒有 這邊都有即時交通事故的資料 OK 這邊有些會解釋什麼叫A1類 這邊就是什麼 這個24小時內死亡的交通事故資料 這邊當然有一大堆 可能還是需要再從裡面去找一些 這個蛛絲馬跡 那如果各位有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主要就是說我們透過這個資料 來了解那個Excel的使用方式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當然不會把標準定很高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資料有找到了 但是你對於資料可能沒那麼熟練 那有些地方可能沒辦法達到 也許你的功力還不到那裡 沒關係啦 你就是做到哪裡 你告訴我說你可以 但是有些如果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把問題提出來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問問題其實也有一種學習 也說你做不到 但是你告訴我你哪裡做不到 OK 或者說你做不到 你自己Google找到的答案也OK 其實我是覺得啦 其實現在Google很方便有沒有 其實要找答案應該並不困難 甚至你會發現身邊所有東西 好像都可以Google找到答案 甚至還可以找到影片 比如說你水龍頭壞掉 你不會修 你會發現網路上一大堆教你水電的 有沒有 宅水電還有什麼什麼水電爸爸 哇 每天都一直看 所以我的時候看 就一直接著看 因為他一直都會有其他的東西 那變成說我就會學著自己去 去動手做一些東西 反而其實我覺得收穫還蠻大 就怕你自己不願意動手去做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發現說 哇 原來很多東西 自己動手 花的費用其實還蠻低的 但是如果你找人家來修的話 哇 那個其實費用就會是不一樣的 像我記得我前一陣子 好像因為家裡的那個電熱水器壞掉 就是那種數位型的 然後我就網路上去收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要修也不困難 於是乎我真的是把電熱水器把它拆了 然後我還真的動手 真的把它修復 我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它其實裡面就是一個高壓線圈壞掉 因為我也會用電錶 所以我把它量 好像主機板沒壞 電錶那個高壓線圈壞了 那如果說你要找那個就是師傅 裝頭北師傅來修 他可能要很多天 甚至要很貴 那我想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就蝦皮自己買一個 OK 好像花了500塊吧 然後把它裝上去 問題就搞定了 不過從中後我又發現一件事情 好像那個東西跟櫻花牌一模一樣 好像櫻花牌跟裝頭北一模一樣 櫻花牌好像才賣400塊而已 所以我感覺好像被歸掉 後來我又找了一下網路文章 他說原來那個東西跟大陸的一模一樣 大陸只要賣100多塊 只是我還沒有試過啦 100多塊的跟500塊的是不是一樣的 OK 那當然啦 這也就是一種延伸性的發現 當然我不是學這個的 可是只是說我從別人的一些文章分享 或影片分享 我發現其實自己動手 還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只是要花時間是真的啦 OK 這是樂趣所在 好啦 那這個部分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延伸再來看有關其他的 然後又我想說幾個方向 不外乎就是證照考試題 要不然就是跟我們這個 就是文學文獻資料處理有關 所以乾脆我們來講一個 一個查詢相關的好了 因為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Excel 用在這個文學文獻相關資料的處理的話 最常會遇到就是說 我想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我想要查某個關鍵次 它有沒有在這個資料裡面出現 甚至出現的次數 其實我準備兩個資料 一個是成語 一個是論語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論語 論語的全文裡面到底 出現哪些關鍵次的頻率是最高的 那於是否我在網路上有搜尋 論語全文就這些資料 那只是說這些資料 它下來的話 它是一個文件 那怎麼樣把它放到Excel裡面 變成是一個可以查詢的 一個查詢系統 就是有點像你可以下一個關鍵字 打上那個關鍵字 自動告訴你說 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哪個關鍵字 並且幫你把你要的資料列出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拿這個資料 去做後續的處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利用Excel 幫你做到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先舉一個比較簡單的吧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找到第一個單元 一樣我們這個裡面第一個單元 的雲端白板 然後也許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成語好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 在雲端上面有一個成語的文件 這個是等於是成語的 類似握了檔 OK 比如說它裡面 那它的結構基本上就是有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成語就是這個 然後中間加豆點 然後再來就解釋 再來就例句 這個是第二個 然後中間其實都是豆點隔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應該是一個CSV檔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要把它拿到 Excel裡面來使用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很簡單 你Ctrl A有沒有 Ctrl C Ctrl A就全選 Ctrl C的話就複製 因為它豆點 所以我印象中應該就是直接可以把它貼到Excel 所以你再把Excel打開 開一個空白的活頁布 貼上好了 Ctrl A Ctrl V就貼上 Ctrl V貼上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會幫我把資料 把它全部貼到這邊來 那我這邊 那個欄寬點兩下 它自動幫我把它調整 那你不調沒關係啦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貼上之後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它應該是把它分成三個欄位 可是你貼上 因為它中間加豆點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分開來 如果將來你希望把它分開來 當然你必須要有一些固定規則 比如說第一個 它是不是有沒有用哪個符號 當成它分欄的一個符號 我們看得出來它應該是豆點 所以如果你貼上Ctrl V貼上之後的話 接下來再把它整個選起來 整個選起來 游標放A1 Ctrl V向下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總共有多少 1186筆資料選起來之後 然後呢 如果要切開來的話 根據豆點切開 你可以再到資料裡面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資料剖析 顧名思義 顧名思義 資料剖析的話就是說 那你如果要把資料 從豆點把它做切割的話 那你可以用資料的資料剖析 所以1把它貼上 2的話把它選起來 這個了解 3的話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OK 剖析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這個資料是要用什麼方式把它做分割 那當然因為我是豆點 所以就選擇分割符號 下一步 然後第二個問題 它說那你的分割符號是什麼 就是豆點 所以把豆點打勾 OK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它的資料就很快的幫你把它切開來了 Tab 其實這個可以打勾 下一步 再來的話它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說那你切完之後資料要放哪裡 OK 那我基本上就放A1 所以其實不動 把它蓋掉就好了 OK 好 那我把它按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很厲害的 就是幫我怎麼樣 把A籃就放成語 所以這個底下就成語四個字的 OK 然後它的解釋就放第二籃 然後例句放第三籃 當然你可以在這個線上點兩下 它籃寬就自動調整 這個線點兩下 它籃寬就調整 所以基本上會有三個籃位 OK 那假如說 當然這個好像可以拉 為什麼它這個 這個會 把它拉成它固定的那個寬度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產生了這個資料之後 第二個問題 所以以後假如說 你希望把資料拿到Excel來做查詢的話 那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符合它的規範 它的規範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定是有藍有列 一定要切割 但問題來了 像成語其實還蠻好切 因為它一定要四個字 然後解釋可能不定字 然後再來就例句 可是像論語怎麼辦 所以等一下我會講 所以你要想一個辦法 反正就把它先隔開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已經把這個資料放在Excel裡面了 那如果我說我未來要查詢 比如說我想得到幾個答案 像12生肖裡面 屬牛虎兔一堆 到底在成語裡面哪一個是數量最多的 統計一下吧 OK 那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其實我也忘記了 所以這個我看一下 在成語裡面的查詢這邊有程式 所以這個當然 當然你可以幾個 我剛剛講的方法是直接貼到Excel 第二個方法就是你可以用Word來轉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那這也可以用貼到Word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叫插入 插入什麼呢 表格裡面文字還可以轉表格 一樣可以轉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用剛剛那個方法會比較簡單 然後再把它貼過去了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我想要統計 12生肖裡面到底哪一個生肖的出現機率最高 不過這個可能要查詢 那怎麼查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我想要查數的話 那當然你不是說 你今天就慢慢這樣一個一個慢慢看嗎 OK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到底這個成語裡面 有哪一些是有數 不管開頭不管中間不管尾巴 反正只要出現數這個字的話 就幫我顯示出來 那如果沒有就幫我隱藏起來 那這樣的話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的話你就需要學會一個功能 叫做篩選 就這個功能 OK 所以這個功能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會這個功能 其實說真的啦 應該也就夠了啦 我看如果你學人文的 拿這個功能來做很多查詢 就綽綽有餘了 很快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找出來 那千萬不要傻傻的學古人 古人就是怎麼樣 叫他很用功 然後找資料怎麼找 因為他已經讀過很多遍了 不過我說真的啦 現在人叫他讀很多遍 而且已經很熟 甚至會背的 怎麼有這種 你現在人應該也沒那個時間 可能也沒有這樣的人吧 OK 可是古人可以啊 古人蠻厲害的 OK 可能 應該 我知道 因為古時候沒有手機 因為現在人手機就等於 每天就一直看手機 那以前的人沒有手機 就可以看一些相關的資料 就每天他試著把它背起來 所以也許不同年代 你說以前難道過的日子會比較無聊嗎 不同年代我覺得有不同年代的 這個娛樂方式 像常常你們說 像你們這年代是有手機是沒錯 但是問題 像我們那個年代小時候其實沒有手機 可是也沒有太多物質 可是我們會往大自然跑 可能我們整個山林就是我們的遊樂園 OK 所以以前大人好像也都不太管小孩 反正小孩就有點放牛吃吵了 下課你們就自己跑出去 我們現在就到山裡面這樣亂磚亂逛 然後亂玩 然後看到山上有什麼芭樂 什麼香蕉 什麼就拿來吃也沒什麼事 OK 然後甚至還會看到蛇 看到什麼昆蟲 然後也不會怕 對 OK 當然年代不同 像我小孩這些年代 我只不可能說把他們放牛吃草 他們可能就沒辦法活著回來就麻煩了 可是我是覺得 好吧就不同年代 所以其實這個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請你找一下雲端上面的成語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這邊 成語這個 它是一個成語的全文 你把它打開 然後Ctrl A Ctrl C 然後再貼到Excel裡面 然後並且利用剛剛講的一個功能 叫資料剖析 先把它剖開好了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剖開之後的話 待會兒我再教各位 做資料的查詢 因為其實我發現 一般人文學院 或者文科生 其實需要用到工具的複雜度 其實應該不算太高 反正基本你只要會查詢 然後會做一些簡單的量化 因為畢竟你們跟理科做研究 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複雜度 比起來的話 應該也沒那麼高 所以其實我 我自己使用這個Excel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最必要的 你這個把它學好 以後的話 你要做一些 課業上面的資料整理的話 那當然是很有必要性的 OK 試試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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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